大家好 今天呢我們來聊聊天 最近呢我去上了一個 哇齁 真的想謀殺我啊 大家好 今天呢要跟大家聊聊天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話題呢就是 為什麼你要買這麼貴的安全帽 還有就是 對於機車的主背道安全科技 往後的發展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那麼今天呢會想跟大家 分享這個話題啊就是因為最近 透過一個朋友的牽線 那我參加一個非常特別的 課程叫做TBI TBI這個課程呢就是說 一個頭部創傷的肌轉 或他相關的症狀等等的 算是要開給EMT的課程 那剛好我自己有EMT的執照 所以就去上了這門課 那麼在這門課之中呢 有提到一個很關鍵的 東西那就是 頭部尤其是腦部的創傷啊 基本上是不可逆的 所以說今天要跟大家聊的這個話題呢 其實跟我們息息相關 因為機車主啊 在發生創傷或是車禍 不管你是自摔被人家回轉 還是被怎樣的 只要你發生跌倒或是摔車 這個狀況的時候呢 基本上頭部真的是很容易受創的 一個部位 那麼或多或少不管你在電視上還是 朋友的口語相傳還是 你自己本身身邊有相關的案例呢 真的就是會讓你有更深刻的體驗 就是頭部受創的一些狀況呢 真的是很嚴重的 那麼在那門課程啊 當然會有學到很多比較精深的東西 像是你的Antidal CO2 要保持在多少以上 然後它的一些症狀出現的時候 你要給一些NRI面罩等等的 這些都是比較深 比較專精層面的東西 但是呢我們可以知道就是 當你今天啊 在遇到一個頭部 尤其是腦部的創傷的時候呢 是不可膩的 尤其是腦部創傷它是不可膩的 那現在的醫學能做的就是 盡量保持你周圍 受損腦部的周圍呢 不要再惡化下去 然後趕快搶時間 那在你的損害擴大之前呢 再把這個損害控制在一個程度的範圍之內 也因此呢 這門課程會開給EMT的一個原因呢 就是希望我們得到 得到這方面的相關知識之後呢 以後在現場 或是你自己遇到這樣子的危機情況的時候 你可以更快的做出評斷 並且做出正確的處置 然後把這個腦部的損傷做到最小化 那不要讓它再繼續惡化下去 對比到我們騎車人的一個狀況來講呢 我覺得與其啊 在EMT到達之後 才開始做這個損害控制的動作 不如一開始你就把自己的 一個安全性給拉高 然後呢 盡量減少在發生碰撞的當下 你頭部受創的一個可能性 因為我剛有說過 頭部的腦傷呢 是不可逆的 也就是說他今天一旦受創了之後 你的腦部一旦受創了之後 基本上能做就只有確保 其他周邊的東西 不要再更嚴重下去 那你無法去根治你腦部的創傷 那這樣做的一個基準點呢 對於我們騎車人來講 當然就是一頂足夠好的安全帽 很多人常會問我說 到底是為什麼我要買一頂 三千塊四千塊的帽子 到底是為什麼我要買一頂 價格甚至已經破萬的進口帽 他們到底好在哪裡 撇除進口帽的一個做工質感啊 還有它的一個塗裝花色 那進口帽跟國產帽最大的差別 往往就在它的一個安全係數 非常非常的高 因為在破萬元的禁忌型進口帽 像X14、RT33 甚至是R-Lite的RX7 那AGV的GP 這些帽子呢 他們的一些特徵就是 他們針對賽事的強度 做最大的強化 所以他們在兩夾在頭頂的EPS層 都是非常厚實 而且他們是有多層次的EPS 他們的密度是不同的 他們可以提供防護是非常非常高水準的 當然 不是說你用了這個東西之後呢 就可以保你頭部不受傷 但是它可以最大可能的 減少這些撞擊的危害 可是呢 一定會有人講說 我們的預算就只有這麼高 我總不可能把預算全部丟到頭部去吧 那麼 再來就是 這麼貴的帽子啊 通勤上下班戴 一個不方便 再來就是真的很怕被幹走 那這要怎麼辦呢 所以在之前的一個影片裡面呢 我有跟大家分享過 挑帽子的時候呢 以國產帽而言 盡量挑有CNS加強型的 因為台灣推出這個CNS加強型認證呢 其實它在安規上面啊 是不亞於國外的一個壯色安規 如果國產帽能做到一個CNS加強型的認證呢 對於安全性的保障是算蠻足夠蠻高的 以我自己之前跟大家開箱分享過的 Niko的N806 它就是一頂有CNS加強型認證 價格又低於4000元的國產好帽 好 那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的影片分享囉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